我要宣傳一下 那另外一個就是 這一男一女可能在湖裡面游泳 那你可能以後面是很多冰山還是什麼 其實不是有一個鯊魚從很遠的地方游過來這樣子 那還有一個就是 這個是比較經典的 譬如說紅線就是我們LG 那藍線就是我們的競品 那目前就是我們的試占體確實人家差異 但我們對我們的期望就是這樣 可是如果你沒有用綠看的話 你可能會覺得我是一個往下的話 但我們其實在這一邊之後呢 你又爬起來 所以就希望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一點這樣子 那解析度的部分呢 就是Onlet跟IPS的差別呢 就是之前我們就是在 我們在媒體上面也有炒作過 在其他就是電視上面也有宣傳過 那最大的差別就是 Onlet是一個就是面板比較 顏色比較飽和的 比如說你的眼睛可以揭露100個顏色 以阿衛來說的話 它會給你120色 所以它的 如果你看三星的手機跟LG的手機 其實三星的手機就是顏色的鮮豔度 會比就是LG的F2面 S面板鮮豔很多 是因為它的顏色比較飽和 那IPS的部分呢 基本上會給你比較接近 就是真實的顏色 你可以就是一這兩個手機 就是一三星的手機 跟我們的手機去對折 就是同一個物體拍攝 然後你會發現成像的部分 其實我們的手機是比較接近真實的顏色 那我們這次用的呢 一樣是就是Rial RGB的顏色 所以就是在一個單位上數裡面 你可以同時看到RGB3顏色 所以它的顏色才會比較 很接近真實的顏色 那以IPS來說的話 就是比較小的Pixel 你把它張大的時候 你還是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其中的差別 那這兩個呢 你會說我覺得兩個都不清楚 可是這邊你其實起碼可以看到 就是交錯的那個 Pixel交錯的那個 鏡子的形狀 但在RM的面子上 其實看起來就是模樣度 那剛剛有說過 就是RM的因為面白 顏色比較飽和的關係 所以你看同一個字的話 其實這邊比較會秃動的 所以主要有差別在這邊 那亮度的部分 我們也要做到650度 就是我們去年有強調 我們是去年從最亮的手機 就是RM的手機 那用的是你都把IPS的面白 那今年的這支RM 一樣是用Loba的技術 所以流氓度有到650 那以650流氓度來說 像今天外面天氣很好啊 那如果你把手機 看到最高的亮度的話 你在太陽下 就是你還是可以很清楚看到 手機裡面的就是Content這樣子 好 那再來就是豪惠寫功能 豪惠寫功能從我們L7開始就有 那一直延伸到4SHD 那之後L5啊 那些也都會有 那這一支跟就是 其他我們的Model最大的不同 是他也會好惠寫這個功能 設有一個快捷鍵 就是在手機的鍵的地方 所以在任何畫面呢 你都可以透過快捷鍵把它叫出來 所以 比如說像這個 就是 我今天在接電話的時候 我手不太方便在抄東西 或是我沒有手在抄東西 我沒有直我沒有筆抄東西 你就可以直接按一個快捷鍵 然後把 比較常碰的情況就是 我在跟B講電話的時候 C打電話給我 要告訴我B的電話 那B的電話我沒有手 我們也沒有直流 你可以抄到 你可以直接放在這裡 那這個畫面之後 你可以儲存起來 你就不需要直立 這個是運用生活中年的畫面 那 好惠寫功能裡面呢 基本上就是 你可以 比如說我在看模擬業的時候 今天有一個新聞 可能是跟我們相關人 然後我要混合給我的同事 我就可以直接畫起來這樣子 那這些功能呢 最後呢 都可以在 就是我們有一個筆記本的功能 都可以在筆記本裡面找到 那在筆記本裡面 你可以再做一些後製跟加工 比如說你可以放上影片啊 或是你可以放上圖片啊 在Attack上去 都沒有什麼問題 那我們跟靜品 其實最大的差別就是 目前我只能跟Node2 Node1比較 因為Node2稍微出現 我無從比較起 我只能說 它是在任何畫面裡面都可以照出來 那以我們來說 我們可以同時就是 我們可以顯示地標 我們可以就是把照片 或是影片都Attack上去 這些都沒有問題 那 以一般的手機來說 有時候你會有找檔案的時候 會找不到的問題 那我們的就是行為模式 比較接近PAD的行為模式 所以你都會可以看到一些小說圖 那要找檔案的時候 會比這種一層一層進去找來的方便 好 那這個就是好會寫功能的demo 就是前一陣子 有紅酒商店的時候 你這麼大的畫面 基本上是可以做得很清楚 是可以這樣子沒有錯這樣